投資漲台幣金金漲台股大V轉 23000在本周嗎 還有我們的股票真的非常的厲害 精彩是一路走高再創歷史新高 我們已經獲利快要50%了 還有廣達我們也已經獲利超過20%了 雙紅是已經獲利超過24% 但真的想要知道啊 台幣金金漲台股大V轉 23000在本周嗎 23000我們在本周 至少我可以確認 19662點不會跌破 這值得一再跟大家事先預告 事先確認的事情 今天有八卦今天竟然有人問我 韓運一貼幅可以買 我直接說不能買 長龍可不可以買 我告訴你一個關鍵的價位 還有很多老AI 鴻海廣達台積電 這股票怎麼看 還有很多標股 還有本周演講 為什麼哲哲 可能演講人數高到兩三千人 不誇張 這所有的預告通通在前 還有台幣漲成這樣子 對美債ETF有什麼深度的影響 所有的標股秘密 通通在今天榮耀華爾街 你不看會後悔 大家好 歡迎收看 歡迎收看 榮耀華爾街 我是主持人Coco 今天是8月20號 台股上漲19點 收在22,429點 全球央行年會倒數週 美股穩步收高 科技股臨漲 台股今天開盤是攻上了季線 但隨後震盪失手 廣達是帶領部分的AI股走洋 銀廣間攻上了漲停板 偽創偽影今天也有1-2%的漲幅 貴買則是連八紅站穩的季線 後續盤是解析 我們交給經濟日報 全國冠軍紀錄保持著 同時也是全台灣LINE 粉絲人數最多 一樣講座 場場爆滿 全台灣嘲笑書排名第一名 也是空手道大師 在這一波崩跌4700點 空手全身而退 在本波段的最低點大力進場 最受歡迎的分析師 郭澤榮投資長 投資長好 投資長好 各位投資長 大家好 投資長 你真的是獨具諱言啦 又專業喔 因為總體經濟被你講得很透徹 投資長沒有 V轉 V轉啦 關我之前沒有跟你講說一定 V轉 我也承認是實 可是也沒分析是跟你講一定 V轉 沒有 可是我至少跟你確定一件事情 我說不會破一萬九千六百六十二的底 對 我有講過這個東西 有 我關這個資訊 而且我是用我的錢的喔 我是用我的九千萬去壓下去喔 九千萬還是八千萬 九千萬喔 八千萬八千萬 八千萬了 八千萬五十萬 現在已經賺錢了 換到美債了 是啊 現在美債賠錢的 看你要不要跟 好不好 看你要不要跟 至少我每一次的 自己的進出 都是實在賺錢 對 就包含我昨天之前 我也 昨天我也告訴你 這昨天之前 6月24號到昨天這一千多位會員 有進產的都是賺錢 是 有進產的都是賺錢 那我今天進新股票 進新股票了 進新股票了 好不好 到時候再跟大家講 暗示大家什麼股票 好不好 等一下休息再跟大家 不是休息再跟大家講 好的 太期待了 那這一波呢 V轉真的是完全被投資長掌握到了 下去是4700點 上來到現在已經2800點了 加總起來就是7500點的行情 通通被投資長掌握到了 還有呢 更是帶領了6月24號以來 上千位新加入的新會員 有進場的通通都是賺錢 來看一下我們獲利滿滿的標股 精彩今天是一路走高 再創歷史新高 我們已經獲利快要50%了 還有廣達今天是跳空上漲4% 我們也已經獲利超過20% 雙紅在早盤創下近期新高 我們已經獲利24%了 還有紅牌今天在早盤也是創下近期新高 我們已經獲利快要15%了 但想問一下投資長 因為台股最近就是震盪抓緊這個季線 成交量也沒有放出來 市場到底在等什麼 在等另外一波資金 新台幣大幅度升值 對 升值 買了一點點你不要覺得 他是來真的 為什麼 因為今年外資賣了好幾千億 我等一下請思瑤哥我們看一下 思瑤哥恩典幫我們看一下 今年外資整個賣超大賣超 那今年賣超本來是買的 買2000多億 後來賣了好幾千億 你說這些資金一來一晚 賺四五千億怎麼辦 怎麼辦 而且散戶這一波是不回頭的 什麼叫不回頭 我們來看一下最新數據 不好意思今天有點晚 剛才網路有點問題 對 來我們跟大家講 你看今天外資賣47億 投信買20億 自行商賣84億 所以現在等於散戶瘋了 你知道嗎 散戶成瘋了 我不管短的 不管長的 我不管長的 我不管跌的 我不管是Monday還是Sunday Sunday沒有 Sunday沒有開始 Monday and Friday 不管是哪一天 不管是心情好心情不好 我通通就是要申購ETF啊 在20年前 在10幾年前如果分析師 跟你講 ETF會成為未來的潮流 你也不相信 不好意思 這看那麼遠 所以才成為全台灣現在最紅的分析師 沒關係 你不相信沒有關係 其實我現在點閱率都已經贏很多 所有的財經節目了啦 語言上就是所有財經節目我都贏了 你要選一選最紅的 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直播人數 美在我跟你 他說聲音怎樣 有人說聲音 聲音是應該正常嘛對不對 正常是我剛才太high了 今天直播人數4000多人 昨天沒有到1萬嘛對不對 昨天直播只有9000多嗎 所以難怪會噴啊 你看今天跌不下去難怪會噴啊 這真的直播人數記得多少 16000 有 那天16000 美在跟了 美在只有一個字原因跌就是匯率嘛 因為你買的是美金嘛 你買的是美金的債券嘛對不對 對 那匯率 那我也跟大家講 這種跌 這種漲法 台幣這種漲法 這玩笑是漲喔 為什麼 以前32 要33塊 32.9才換1美金 對不對 現在 只要31塊就可以換1美金了 當然是划算啦 划算啊 當然是台幣變比較有購買力啦 所以美金跌啦 我們持有的是美金的 美元的 美元的什麼 國庫債啊 的債券啊 美國政府發的公債啊 那怎麼辦 那當然是跌啦 因為是美元計價的嘛 是美元計價的 台幣漲 敲敲板 美金就跌了 相對而言美金就跌了 因為換成台幣 美金就跌了 那當然 怎麼樣 00687B就跌了嘛 就被影響了 那你應該開心耶 你哪一次吃我鍋中豆腐是賠錢 沒有喔 我賺錢 你哪一次啦 我買一次冰哪一次啦 欸我 我成 我是賣這邊買這邊喔 所以怎麼樣我都沒輸喔 是 那我要跟大家講 因為昨天有些人 就講話很嗆 我就直接也嗆回去 紫紫是莫名其妙 紫紫啊 你可不可以說明一下畫面給我啊 紫紫可以說明一下 你有沒有什麼計畫 你怎麼做 欸有沒有解釋一下 為什麼我要解釋 我每天都在解釋啦 對啊 所以你看喔 我以為我們真的是有時候 所以有時候 當然有人說叫我不要計較 我是覺得有些人拜託你要問問題之前 你先想清楚 你有沒有每天看我的節目 再問問題 不然這樣問問題很失禮 對 沒錯 對不對 很失禮啊 欸每個人問我一個問題 我都不用回答了 有些人說 有些人就常常在PTT說 你每天講重複話 欸我每天已經講重複話 還有人說我沒講啊 有講都有講 是不是我是不是說 我那個債券的那個 我是不是說債券有 我說他沒有風險 我說的沒有風險是沒有倒閉風險 有沒有匯罪風險 現在就匯率風險了嘛 對 那匯率風險我照告訴你答案 最多如果漲到28% 大概就是賠到10% 10到11% 有說 可是問題是 如果你是崩盤的話 你可能會賺到40% 對 我真的都講啊 有 那怎麼樣 你都比你什麼 都放在銀行好 都放在銀行好 你是能以為台幣每天都28喔 台積電那些 那些電子產業不會哀叫 不要太多了啦好不好 所以台幣升值只是短期的 那個不用擔心 他大部分就是在 30到32這個range 知道嗎 知道啊 OK嘛 所以這樣比較懂得在說什麼 而且一崩盤的時候 一崩盤你覺得美金比較值錢 還是台幣比較值錢 當然是美金啊 所以 所以你持有的美債會漲 會漲更兇 所以你怎麼把這算進去 然後有人說 姐姐你可以解釋一下 你這個口氣 你有沒有搞清楚啊 我不是姐姐在臭屁耶 姐姐有些繳幾十萬上百萬的會有 我有時候都 跟我講話都畢恭畢敬 畢書敬耶 畢書敬 已經不紅了 不紅了 好 不要說不紅了 已經這樣 現在有些人忘記他誰了 好聽 已經畢恭畢敬了耶 然後這樣問我問題了 欸 姐姐是有價值的 你不要這樣問我問題啊 是不是 你這樣問問題 這樣不行啊 不好意思 你今天 失禮 對 稍微 對 我判你臉 比我大 不行 這樣子 我要小臉 小臉依人好不好 只有小小依人 很多人想要看你對不對 這次演講也有你好不好 記得這件事情 我不是要臭美 因為我已經答應你不鏽對戰單 可是你自己差池一轉 我三次 ETF 對 台灣50換成美債 美債換成台灣50 台灣50換成美債 欸我這樣也快4000萬了耶 欸是白花花的銀子耶 我還沒跟你開玩笑 是不是 我的帳號你都可以查 那都沒辦法可以查 我現在不去秀那些東西了 啊那個都 這個我要一說謊話 那個投顧業界 都 都恨不得趕快亂揭穿我 對 這個都沒辦法造假 就像我昨天也跟人講 欸會員拜託指證我一下 從6月24號到昨天以來 有沒有會員賠錢 沒有 可是我今天有進行股票 應該說進行股票了 因為有些人等了 今天回答我覺得回答得好 我一度我買在旗子的相對最低點 我會請事要圈起來 好不好 請事要圈起來 那我們看一下 因為我們剛才已經來不及走 欸幸好有開上去的 所以我們今天又少賺了 好不好 今天起貨 很久沒開張了 之前都賺幾千點 現在賺四五十點 現在還要做個簡訊一下 大概賺差不多 三四十點 三四十點 不習慣 不習慣 因為我起貨以前都賺幾千點了 可是只剩不造假 只剩不造假 還有同學說 欸你們那個哲哲有沒有碰空啊 賺幾千點 我說你真的不了解我 我還真的不碰空 對啊沒有 我碰空 我還是很奇怪的股票 我就選那些 我都不需要做這些東西 我不要選奇怪的股票 不要選你有沒有聽過的股票就好了 來 管達啦 賺20% 扯不扯 扯 超過 才今天也賺一百多塊走掉啦 對 是不是 這今天簡訊嘛對不對 嗯 然後 欸我問你啊 精彩 你看到精彩 精彩我買到186 186就跌停板那一天 快跌停板 第二根快跌停板 今天多少 賺50% 欸 沒走 8月6日兩週還沒走欸 欸 厲害 有夠精彩 一生精彩 嗯 怎麼造假 不能 我告訴你到時候滿山滿谷會員說有沒有買精彩 有 我沒騙你 有沒有 我告訴你啦 你哪有這邊 拜託你就 單作有演唱會的感覺好不好 好 而且是免錢的 只是你要站位而已 螢光棒 螢光棒 有些人說 哲哲我要拿行軍儀啊 都可以啦 可是你有必要嗎 你去參加會員現在就可以保留位置了 好不好 可以 到今天為止 剛才目前為止我看一下幾個 已經有幾百位了啦 我座位我要去看一下 因為那現場很大 它不像這個座位是固定的 黏在地板上 是黏在地板上 這個看起來是人數很多 很多啊 你看喔 你看喔 站著看 後面都滿了 都滿了對不對 都滿了對不對 都滿了喔 到門口了 他有個八卦 四瑤說他曾經在 他在這裡面啦 真的喔 我來找找看 他是感受到 往哪拉遠喔 感受到 趕在拉遠了 感受到我演講魅力才來某個上班 哇 哇 在哪裡 謝謝你喔 所以你們說不定以後 欸 想要 年輕學子們想要知道 欸 分析師幹什麼 也可以來看一下 可以可以 人不錯 可是你問問題的時候 拜託 請 請做好準備 對 請把打擾當作專業的分析師 不是那種很便宜年價的分析師 站著的都很客氣 嗯 真的 你可以不要請你回答 莫名其妙 為什麼我要回答 昨天有人留言啦 每天都有人在留言 我就覺得莫名其妙 對啊 我這樣子我會員都 我會員都對我畢恭畢敬了 當然這扯遠了 我就說 基本上來演講現場都是很客氣的 對 好來看一下 這扯遠是扯遠的 回答沒有問題 只是回答的前提是 你要先看我節目 對 你不能不看我節目 然後要我回答 然後我回答的東西都是我一直講的 好像我一副我做錯事了 我問你一件事 哪有人像我美在這樣子對不對 你看拉遠的再一次喔再一次喔 好 那像我這樣子 我帶進帶出的 出掉都告訴你 有 拉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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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遠拉遠沒有看到 都是人怎麼樣 四小時你會看這四小時 你站在那個 رowing 我說這個人了 好啦 有一腳而已啊 我跟你講啦 這才一千人而已啦 這 circles plus one thousand人而已喔 這應該3000人了 我跟你讲现在已经几百人报名付费VIP座位了 那个座位也不可能杀一千人不可能 所以明天我觉得你到明天如果一开饭 怎么样免费的 报线 然后网路连结报 报掉了 VIP像今天是VIP座位对不对 VIP座位你可以打电话你也可以网路报名 拜托如果是免费报名的拜托不要打电话 除非你知道付费 那所谓的付费很简单就成为会员 我知道会员有一些有所抱怨 哲哲 算你让我赚到钱 可是我也缴会费啊 怎么没有保留座位 可是如果每个会员都要保留座位 我今天分不出来这么多位置啊 我会员几千位啊 我会员几千位曾经参加我的应该上 应该上万位以上啊 现在市的会员 还有会员就几千位了 不过位置分 而且我这个演讲你都知道啊 我是选非常高级的饭店的 那产地非常大 那个要租金价要几十万 还有人事成本那些其他的费用成本 摊提下去 那个要几十万 那成本至少要四五十万 五十万以上那谁摊提 那不好意思嘛 现在愿意缴钱的人 我愿意 提供他保留忧心 歇先洗嘛 你不愿意缴钱 站着 你体力好就站着 我没有办法 对不对 我没有办法什么意思 我单纯欢迎你来 可是我没有办法保证你什么 可是前提喔 你要报名成功喔 你要挤得进来喔 我是跟你讲真的喔 你不要说我怪你喔 你们看我节目都知道 以前直播人数大概动辄 差不多两千人 一千人 今天已经算是很不入流的 直播人数啦 跟我自己比啦 不要跟别人比 跟别人比 别人要刺激别人 五千九 五千九啦 这个也是 五千九啦 订阅人数看三十九万的 一下就要四十万的 有 原来越多了 四十万的 五千九百八十人啦 这是直播人数 这是不想上班的 你知道吗 每一集的点阅率 他说十五到二十万 我订阅人数 我只要三十九万 百分之一就要来 百分之一没错吧 三千九 三千九百人 就挤就挤不进来 挤不进来啦 台湾哪有什么餐地 三千九百人 小巨蛋吧 假装几万人可以啦 问题是我没租小巨蛋啊 一般分之一百人就多了 所以你要知道 什么叫做投顾盛事 你一定要来我演讲 那我来有个演讲的好处 你想参加就参加 你不想参加 我们不会强迫你 你知道怎么不会参加你吗 因为你去别家投顾我 他会盯着你 怕你上厕所 怕你落跑 我问你一件事啊 三千多人落跑谁知道 看不到 你听得懂吗 就你来我现场 你没有一定有压力 对 一定要参加我会员 凭你的感觉 因为你要走 没有人拦住你 因为我们不可能派三千多个人来盯住你 不可能 你有三千多未来 我们 就我们服务人员全部都出来顶多 三四十位 四十位而已 所以来我演讲现场 不会有压力 场地又悠 然后三年一次 然后北中南又只有一场 对 你又不像什么你Black PIN或XPOP 你一定败连三场 我没有 我说我就是败一场就败一场 我没跟你开玩笑 郭总统跟你说是认真的 基本上我也不想办了 因为我本来不打算办 你做事实 我知道 为什么 因为我说我要把资源给分享给其他同能 其他分析师 而不是我占据大家资源 虽然我本来平常都在做这件事情 我平常做这件事情 很多人因为 福利社很多人因为很多节目 认识了某我的每一位每一个分析师 可是我觉得毕竟 这个月子的业绩真的还不错 所以我也知道不是每个人愿意 但白花的银子 白花的银子在1000万 2000万在面前他不愿意拿 我是真的愿意 我做给你看 我也愿意北中部南部办演讲讲座 只是因为再办下去 会爆掉 大家写红单 然后签名 付钱 因为你们知道就在1000块 是不是之前还有1000块那种座位 对不对 那个大家 现在的我应该大家不用睡觉了 这是不好意思 泽泽太红到1000块不想赚 因为真的来不及 写不完 把资源分享给大家 跟大家讲 好不好 就跟大家讲 我觉得 再请ET帮你调校颜色 你今天脸越黑 越黑 我不知道是因为黄色的关系 我刚刚火退了一下 有可能再前经典 对前经典 对 因为刚刚 对 好前经典 好不好 那你懂我们意思吗 好不好 泽泽 泽泽 泽泽演讲会送五档标股 五档喔 如果3000人印了买一张 怎么办 3000张 那一定拉的 一定会 而且还有些可能会员在进场怎么样 对不对 嗯 这跟大家讲会员在进场或怎么样 大家这样共襄胜举 而且我选的股票不会出货给你 传出去还好听 而我今天讲的礼拜一就出掉 那个这个 传出去我不用单啦 我不用单分音师啦 你懂不懂 我不是那种很小牌老师然后可以买那种小股票的 我不是我都买大股票 而且我 我跟你讲啊这些股票都这样子喔 我是买的差不多当天当下就暗示你我买什么股票 有 甚至于精彩我我们还没买之前我说我拉回要买 有 有 可是你买一点就是没有我好 是啊 诶生日精彩我买很多次啊 以前就一身精彩啊 有没有印象 有 以前不到100块 不到喔 你有印象喔 那好几年前的事情了 对 有印象举手 我还取名他两次按有有有 精彩我也没有讲我在这次没有第二次 没有第二次拉回的时候 没有拉回的时候我还说我就要买 我买十穷减短线板断四中针这一波很强的股票 可是我要拉回再买 我要破两万再买 有说 诶诶诶有说诶186对不对 对 那今天他赚50%了嘛对不对 对 你看喔337之精彩喔 好 你看今天要拉长停的 26 今天多少 268是成交 是最 是最后成交 你也要拜托 最高价钱多少 277.5 186到277.5 赚50% 诶赚50%诶快100元了诶 但台积电的费是比较大 所以赚100元很简单 这赚100元很难要赚50%诶 对 50%诶 你看百万变三百万诶 我是普通会员 很多人买进的诶 这不能造假诶 50%手上持货率去报诶 饮料就这样分析师 186在这边啦 这边啦 这边打180自己看 太漂亮了 最低182 181 我买186 漂亮 这边啦 漂亮啊 这边打到快跌停板这边了 一根跌停板第二根跌停板买进去 然后一路拉 50%两周 我有没有说我要买 我在这边的时候说我要买 我在这边的时候说我要买 然后拉回买 这一波转折为什么自私演讲会爆 因为我这一波太准 再加上我多年来粉丝累积 我会把我投资的心法 能教就尽量教 为什么 很简单你听我我听你 我自己就这样子 我刚才是不是很气 去有一些根本不是粉丝 来问一些很奇怪的问题 对 我自己就这样子 你有礼貌问我 我就有礼貌回答你 你没有礼貌问我 我就不礼貌 就这么简单 所以你在这边 我看到满山满谷的粉丝 我就开心 我就会竭尽所得 就像我一样 诶对 诶是 礼拜二了你不知道问三种的承办人 我们自己很忙 救护车喔 你看我每天都念他 救护车赶快来 进度啦 我要捐救护车啦 要上面写泽泽号 跳跳去 为什么要讲这个东西 泽泽就是那种 成就感 就是成就感上升 所以 到时候就像捐救护车一样 成就感 你听你们懂不懂 那种感觉很不错 就是又有行善助人 然后又可以臭屁一下 我蛮喜欢这种感觉的 不好意思 泽泽偏向地区 你不用紧张 我现在不是郭台铭好不好 慢慢捐 一下子人生达这么快目标也很无聊 很多人说紫紫你要买更贵车买买买以后买太快 人生没什么目标慢慢来 都一样 我现在最想要买的车 不是什么大牛法拉利 最想要买的车是什么 救护车 我觉得更划算 真的 更感动 更有感觉 你知道吗你就算一千多万的 你就算买一台一千多万的法拉利 其实还没有救护车贵 为什么你知道吗 为什么 为什么 你法力开一开一台一千五百万的车 你开一开你开个几年还可以卖一千三一千二 他很保值 你听懂 可是救护车没了就没了 对 他顶多结税 你听懂吗 你听懂吗 没就没 你也没用过 你也不想要用他 不想 对 你听懂吗 你听懂吗 可是你说 可是你说 那个 有一些 那个什么 那个什么 那个 车子也可以结税 如果有些用租赁房子 车远的 可是问题是 其实那些贵的车都很保值 可是救护车捐出去就捐出去了 对 所以某种方面 他其实 会比法拉利还贵 可是我很开心 我很开心 真的我很开心 好不好 这是跟大家讲 所以我就人来风 你支持我 你听我我就听你 好不好 就跟大家讲 报名 你讲了没 来 贴照片 照片在很诡异 什么照片 想看美在打脸 早就打脸了 这些人讲我买在高点 他们逻辑都很差 我问你一件事 你看一件事 我问你那个逻辑 这个很好笑 玩偶都是干看我节目 你们可以作证 这个帮我留言 我是不是买在 历史最低点 2023年10月23号 没错吧 我用周线来看 买在最低点 对不对 周线 跟很久 因为从去年10月到现在 看K线很远 最低点在这边 对 那我在这边卖掉 很好啊 我在最高点那天卖掉 我在最低点买 最低点卖掉 然后现在才回答 才买 对 拉回买 哪边错 没错 我这讲不错 没有错 我讲到事实 对事实 我买在最低点那一天 我在进场加码这边 然后再买进场 最低点那天 然后我 我这边卖掉 然后卖掉 我中途赚了1000万的 台湾50 再换回来这边 是 然后既然有人说我现在赔钱了 那逻辑乖乖的 乖乖的 没在那个没有什么会赔 你9月18号之前会赚 我不要说一定 好不好 因为我那时候有 因为有人说 我现在要跟证我说法 60秒要跟证的说法 一定会赚 一定会赚 我只能说 我原则上就过去统计 升期前是一定会赚的 过去统计 降期前 降期前就降期前 对小孩也帮我记得一下 60秒 因为之前我讲一定 我现在要跟证 因为 因为法规的关系 我们不能讲一定 我要先跟你讲 好不好 因为那时候60秒 讲话太快了 前60秒要更正 理论上是 理论上是会赚钱的 这样好不好 好 这也已经用我 掏腰包来告诉你了 好不好 所以你看 这很红 假如每一句话都要去 秤金粮 或者是看力道 没有关系 你相不相信我红 你相不相信我最红 不重要 反正你到时候看到3000多人 然后知道我的命运标股 你就会气死了 想要第一时间跟我经纪律 面对面的 同志没有 那你今天就是来报名 免费VIP 座位 好不好 好 等我一下 VIP VIP 摇滚区 摇滚区 我们看一下摇滚区 来 摇滚区 面对面 面对面 你看 8月20号 礼拜二开始 VIP报名 现在已经有几百位了 好不好 还是有位置 就我刚才知道 我不知道晚上会不会有字幕板 大家比较有空的 明天免费报名是 8月23号 是中午开始 当然是要记得中午开始 以我发文章开始 好不好 中午12点回发文章 那到时候给你 点结 这两个都给你点结 VIP跟免费报名 连结是不一样的 不要点错 VIP报名的就是有位置 那位置条件是 你本周参加的新会员 或旧会员愿意续约升级的 OK吗 OK 那这段时间你有赚到钱 你就续约升级吗 是不是或新会员也可以 你本来就打算参加 那有位置站得很好 不要站着 站着坐 了解我这些星巴 当中粉丝见面会多好 很好 是不是 你有时候看那个 刘德华 看BlackPink 到8800还不会那么近 我可以给你握手 没关系 我跟你讲我身价是没有输他们的 当然 这不一定当然 我觉得我可能也会赚很多 不输 我要说不输 这是一线明星 我身价是不输的 好不好 这可以给你握手 下次看到我要三年后了 之前是三年前 好不好 所以 这只要我要工作 你要工作 我也要工作 我还不是挤出时间来 看你怎么想 是不是 这只要我要坐南部 你要坐南部 你一等标股 如果可以让你赚20万 你要不要 你要不要来坐高铁 要坐高铁 是还可以坐商务仓 是不是 投资观念 是不是 都是借口 我也都可以接受 都是理由 也都可以接受 你不来 很多人来 我只是要告诉你 可是你有心想来 谁都拦不住你 知道吗 你懂不懂 这个都是一样的 好不好 所以 不勉强 我只要告诉你 到时候人会很多 好 粉丝有没有 我跟你们讲 那精彩有没有 演讲不开放直播 当然不会开放直播啦 不会啦 我本来都要收 我本来是要收费啦 是要收 你看我直播一千块的 对呀 你知道我怎么不收费吗 你知道我怎么收费吗 不好意思 我们业绩太好 我们不赚一千块 这个一千块一千可能也有一百万 也有 摩托铺真的夸张 一百万也不想赚 真的不夸张 真的太满了 好不好 真的太满了 所以如果有 某个分析师看到我们节目就知道 真的 说不赚就不赚 也是 当然会 心会弹血一点点啦 可是我觉得我要的是 成就感 成就感和大家一起好 好不好 这跟大家讲 投资自己是一生最正确的选择 辛科 这个小辛苦的不会做 华辛科跟鸿坎 再跟你讲自己之前的 要准备一起桌子去敲 有桌子吗 这个桌子比较有回音的感觉 我要去找一个 桌盘感觉比较无聊 所以看我节目啊 不是无聊 那看你买什么东西啊 对不对 过去买的美债也有获利出产 但现在已经过去市 现在的整择买美债 确实是在亏损当中 我也没否认啊 你讲的好像我很逊 重点是把他封锁 看你怎么想的 好不好 按照你的逻辑 基本上没有分析是 合格 我也不需要你认同 不好意思 把他封锁 这是记得一件事情 你不要看我 直接有参加未远的 有时候他 要见面 都要等我一下 是跟大家讲 扔不起 我只要问你一件事情 你们再跟我讲一件事 这是V转 这也是史上最大的V转 你有看过一个分析在这边 空手4600点吗 没有 然后到这边才进场吗 等一根长黑K有没有 对有 所以我本事跟你臭屁啊 是的 我本事跟你臭屁 你不喜欢我 会很多人喜欢我 谢谢 为什么 因为我跟你讲一件事情 分析师 画面给我 分析师跟明星又不同啊 为什么不同 我管你 有没有喜欢我 我准你就会喜欢我 我不准就算我是 帕安在世或潘若迪在世 你都不会喜欢我啦 是 潘若迪还不会 潘若迪 有些小妈妈喜欢他啦 你懂吗 懂 我不在乎 那些 酸民有没有喜欢我 你懂吗 我准你就会喜欢我 准就不得不来看我 我准 你就算讲在网路上爽我 你还是会报名演讲啦 我知道你还有时间啦 直接什么 来报名演讲 报名 我根本就 不去想那些人 其实说老实话 我现在粉丝真太快 有些 新来的人 不习惯只能模式 退出 下次4600点 我们要帮你 好不好 OK吗 OKOK 不要乱啦 好不好真的 来我们看一下 对玩短期 玩短期 这玩短期 真的 不要理他 来 不是潘安潘若迪 对啊 来来 不喜欢潘若迪 有准的 当然准啦 好不好 准啦 泽泽怕沾蓝 什么意思 喜欢泽泽自会果断 不想怕沾蓝 空到不 美代只卖回来继续赚而已 扣掉汇率 泽泽自自自自自自自罢股 十岁人引力很多 来来 这就对决 对啊 本来想美代正恶 转正恶 不要 不要不要不要 好不好 对 来来 我不喜欢潘若迪 再喜欢泽泽 字可以打对吗 你打错三个字你知道吗 我不是国文老师 你知道吗 红硕 红硕也打错了 红硕不是 红硕的名字不是在写 不是啦 那个股票 股票 开玩笑啦 开玩笑啦 直播人士亮说 对直播人士说了亮说 可是还是 所有的财新节目 也还赢大型财新节目 好不好 可以分新 金钦病嘛 可以可以可以 台新钦跟新冠钦嘛 对不对 对 对不对 新钦病 那 来啦 一定是这样子吧 来这个我讲专业 这个我系统起来 今天下午发送信了没 台新钦跟新冠钦嘛 对不对 新冠钦今天一坑红黑 被并购的 不要去买第一个季均是 如问No.1 我以前靠并购我赚了几千万 真的 真的我先教你 所以你问我就专业了 这个我很强 你要去买被并购的 不能买 你要去买被并购的 就买新冠钦 你不要买 去怎么样 并购别人的 并购别人 并购别人通常是要 要价高者得嘛 你价出个高就不划算嘛 而且你也不知道谁并购 我大胆预告 有可能是中国信托 靠钱啦 今天有重训的 那为什么有重训 新冠钦跟台青钦 他们本来是家族企业嘛 分家的嘛 可是分家以后 最近不是董事董事长换人的吗 换另外一派嘛 谁管你分不分家 我只管价高者得啊 你要我新冠钦这些股东一直出资 我当然不要 我找一家比较庞大的公司 比较庞大的金融公司 我跟他合并以后 我资产购表漂亮的 我就不用增资了 所以我管你 所以就是可能新冠钦跟台青钦没来眼去 另外一派的人 要怎么样 破坏他 他也不是破坏他 我才不管你们有没有没来眼去 我只管价高者得 谁让我利益最大最好 对不对 对 没错 那如果中国信托愿意出钱 我知道你还有钱 中国信托没错吧 对 We are family 家人 还是要谈钱好不好 对 那 中国信托为什么下午要重训 我认为重训 如果要重训代表他 为什么 中国信托就是要跟你讲 我就是比你有钱啦 我不准你们私底下来来去去啦 这我的玉器喔 你相信我他们这样做 我就是要买新冠金啦 我就是有钱啦 你台新金出多少钱 我压死你 我问你一件事啊 假设我一个 我用一个出 一个出13块 我中国信托我出14.5 我贵你1块5 我告诉你 然后我重训出来你告诉我 新冠金跟台新金敢眉来眼去吗 不敢了 得标 你们在搞什么啊 我有个愿意出1块5 这个差几千万 这个差几十亿几百亿 差几十亿 所以中国信托今天要重训 如果真的确定重训 就是 老子要跟你拼了啦 我不要你们在私底下 我大概在阳光下啦 我用钱砸你啦 懂不懂 你台新金除非你砸的比我多啦 我也不怕啦 可是我最怕的就是你们两个私下 瘦瘦 两个谈好了 再不公平 因为你彼此有认识的人马 这以上是我的揣测 OK吗 OK 合理的揣测 又有点合理吧 你不觉得我懂那些逻辑吗 除了看哲哲 用哲哲的节目觉得很精彩 这样就OK嘛 该问这些问题OK好不好 新冠金本来8块要买 后来说了 超会 其实新冠本来就不错 你们台湾人 台北市现在最多人都去 都去灌新冠百货那几千啊 中山什么 中山那边 南西电影好灌啊 就坐起来啦 要是我一定买啊 好不好 中信金要大跌 我说要买 收购了 没有说要买 被收购比较会跌 可是大部分会跌 没错 他以前会收链加差 而且以前换股份的时候 会收链加差 这个很精彩 我干嘛跟你讲得清楚 我要也是给会员赚的 好不好 就跟大家讲 OK 台新会想收新冠金吗 当然会 以前本来不会吧 人都这样子 这样小孩子你知道吗 这玩具啊 玩了很久啊 丢到旁边的 突然有个小孩啊 怎么样 来你家啦 是不是 或者来什么 有些小孩子参赞子啊 我从小到大就观察那种小孩子的行为 那玩具啊 本来不玩啦 突然有个小孩子拿走了 他就生气了 是你不玩的 你说台新金跟新冠金本来 本来台新金可以吃掉新冠金的 结果现在可能被中国信托吃了 你觉得他 受不了吗 受不了 但这是我推测 这是我推测 可是我觉得 今天台新金跟新冠金已经浮在 台面上了 今天中国信托要有重训 他就是怕被 台新金吃掉嘛 你听懂吗 那怕被台新金吃掉再没事 那台新金应该是有意愿嘛 你懂我逻辑吗 好不好 这以上都是我推测 好不好 可是我得推测 有时候蛮有道理的 好不好 记得喔 拜登要退选 有没有讲 有讲 川普要搞台积电 有没有讲 有讲 有讲 你这样台股跌嘛 对 对 弹子弹飞一会有没有讲 有讲 还真的壮蛋 这是巧合 再等一根长黑K 有 跌了1000点 这一根K线1000点 你说不是这一根 我说不是这根 这根是1000点 那是因为这一根1800点 更大 这一根1000点 我说不是这一根 然后我在这一根 最低点这一天 买 这两天 而且这一天 又打一次底部 9点50几分我发文章 9点45分我会写文章 最低点19662点 我还是开始要拉了 单天拉1000点 老天送钱给我 然后我 换成 台湾50 再换成美债 然后现在就想说 哲哲这样算赔钱 那个我都不在乎你的看法 哲哲就是赚的 赚的比较多 怎样 你喜不喜欢我不重要 因为投资的市场 我不管你喜不喜欢我 因为 你也不在乎 你也不需要喜不喜欢我 你只要在乎哲哲 会不会让你赚钱 我说没错吧 没错 你只要在乎哲哲会不会让你赚钱 赚钱 更何况现在很多人喜欢我 对 所以演讲现场一定会报满 要不要来 随便各位 好不好 就跟大家讲 好不好 然后期货来 我们给你看一下 今天有浅信 来 那个应该有发两笔啦 430出掉 因为44分出掉 有些人说44分来不及出掉 大概1.44分 我骂四遥 44分才能出掉 430 所以我们刚才是差不多 这期货的对不对 然后 3.01分再发应该可以抽到450 获利50点 OK吗 那不能怎样 你没关系 反正借我赚钱吧 对 对 借我赚钱吧 对 我计较我可以算30点没有关系 赚钱 哦 今晚几拍摊嘛 可是以前好赚的时候怎么样 看一下赚多少点 上千点 9600点 你都记得 9800你不要误入我吧 9800 上礼拜四全部出掉 帮我念一下 8月15号礼拜四 恭喜我们这波进场的 两笔旗指多单 通通都已经 获利出场 我们买在台紫棋 跌停版附近 19399点的多单 我不敢买 看到那个绿色 那个已经 身底色的 绿色跌停版 已经画满了 跌停版就这样 画满嘛 那个绿色 已经画满了 已经画满了 的多单 结果呢 今天呢 诶 我在跌停版的时候 然后敢买 对啊敢买啊 这一波官是我这一波 再现神机 再现奇迹 再现 像魔术般的变化 然后 再一根长黑黑的预告 然后造成怎么样 怎么样念一下 今天在啊 今天在 21,950点 获利出场 大赚2551点 已经赚了 4271点 总共大赚超过 9800点 各做一口 就是赚 196万 各做十口 就大赚 1960万 诶你没写这段啊 那怎么懂逻辑啊 有讲吗 这段有讲吗 再加上我 趁大跌回补的旗指空单 总共大赚超过9800点 好不好 所以各做十口是赚 1960万 十口也没多少钱 是不是 等于赚三四倍的钱 惊人惊人 那不过奇果是 杠杆风险比较高 今天就小赚 30点 50点 所以看你随便定义 反正泽泽不骗人的 好不好 这跟大家讲 OK 跟着泽泽 精彩这段 属前属到熟悉了 大家来 舅团家会员 有没有 就会员讲的 没错吧 神威将你赚烂 真的 不是这根 是又残又黑的那根 对 没有讲粗 所以大家开玩笑 好不好 不只喜欢 所以没有关系 好不好 是跟大家讲 不要又残又黑 没有又粗 没有粗 大黑K有讲 我有讲长黑K 大家都有证明 有讲又有长黑K 夸张是在这根 这一根 你不要觉得这一根 这是相对比较 你看这样就知道 这刚刚开始是很长 没错吧 我是把它拉 这样你懂吗 懂了 这样子很长 很长啊 这样是1000点 所以这是比较的 这样跌我都没有买 这样跌1000点我都没有买 然后 确定了这一根 有没有 哇更长 这一根这么长的 而且是跌停版 锡子跌停版的 我再买 然后这一天 又再测一次底 我还说 马上要宽达 最后买进了 一堆股票 管达20% 对 是不是 是的 精彩管达 能不能到买了239.5 漂亮漂亮 对 超过28 双红 580元买进 是不是 赚了24% 最高赚24% 今天双红怎么样看一下 最后一盘还给你拉 那不错 最后一盘还给你拉 红海 顺便看一下红海 我不要多说涨的啦 我说跌的啦 红海 红海跌我还想再加码 红海是少数 怎么样 超怎么样 委屈的吗 少数委屈的 还会回答30%的股票 真好 我看一下这价钱 今天186.5嘛 234.5帮我记一下 好 186.5 除以234.5 我更正我刚才说的话 是他曾经回答30% 现在回答21% 20.5% 减1 减1 20% 真好啊 很好 你看像管达 好 你看他现在已经弹差不多了 今天最高来到 289嘛对不对 好不好 289除以345 289除以345 你看只剩17%而已啊 只剩16% 他比红海多弹大概3-4% 所以你要珍惜有红海日期 而且这种基本面的股票pass 我选精彩的时候基本面的台积电 把你罩着啊 而不是乌云罩顶啊 你懂不懂 懂 这个会员在讲的 有没有看到 会员在讲的这一根长黑K 我还在说这一根长黑K 航运赵子龙可以讲解航运国吗 你这个问法我就开心 不是 什么叫 我今天很气的时候 请你说明 说什么东西啊 你当我小牌分析师 我会生气 我都跟你讲 真的真的 要知道 不好意思 不是我要臭屁 做成那么累啊 真的不是 已经不是为了 不是为了钱 所以不能用这种东西来跟泽泽讲话 好不好 真的 讲的是 长运赵子龙一听就知道 很亲切 你在看我节目看很久 我开心 只要我开心我都愿意为你付汤到火在所不息 尤其是会员朋友们我开心 你懂不懂 我有问题要让指的开心 来演讲现场让指的开心 懂吗 懂 听着着 把人数给重爆 重爆 到时候我给你更多标准 还多送你两个股票 我告诉你 不只无党股票 我先跟你讲 我本来讲无党股票 后来我想一想 我有在考虑 先跟你讲 可能 三党 也可能三党 我先讲一下 因为我想要集中活力 好不好 我再想一下 我先跟你讲 因为我 还是要想一下想法 策略的 策略 可能是三党股票 Uncle 你每个人叫我叔叔叫我舅舅 好再多送你胆子 好好好 搞不像演唱会 还没有 扯远 又来了 韩恩赵子龙 来 韩恩赵子龙 OK 我那时候说他填不下去 有人暗示你 对 我跟你讲 这个有机会打V转 有机会 而且 他今年EPS 你自己查一下 画面给我 不用 不过我还是要讲一下会员股票 没关系啦 这些股票我也有可能会买啦 长农EPS 我们直接看一下 看看这些新闻你看 目标这个不用啊 长支长农行不用理他啦 2024年的EPS 从这个勇凤金也有讲嘛 37元是不是 上半年就赚两个股本嘛 有人说今年会赚四个股本 有人说接近四个股本 400块 成长多少本益比多少 5倍 而且你要想一下 不是40块 成长5 200嘛 所以是5倍本益比 关本益比就知道残龙不该死啦 好啦那没关系啦我40块啦 是不是 你就不要给我找到200块以下 我就明年就这样报价就好了啦 我也不要胆也不要跌 我一年发20块的鼓励 发一半鼓励嘛 20 20除以多少 你刚才188嘛 每年10%的殖利率要不要 要 怎么样都会高股息ETF 那高股息ETF 规模值得越越大还是越小 越越大 你有没有关系就跟我讲的啊 不论是Sunday还是Friday 对不对 还是Monday 故意绕英文就想起来了吗 不管哪一天涨或跌 外资 投票散户都在买ETF 他已经带动了 大家已经觉得买ETF 就是无脑做多无脑赚钱 这是泽泽带动风气 也是很多人带动风气 可是泽泽是全台湾第一个讲 要买台湾50 要买高股息ETF的分析师 我很敢跟大家讲 人在坐天台看 你看我都是讲这些 大型的股票 我会员人数差很多 我都不懂一些为什么 你知道吗 以前我在教一些新进的 后来有些又离开了 偏偏讲小型股 我说你收到会员吗 不相信 我跟你讲 我很多 我也有很多同学讲 你攻击郭忠祐收不了会员 他们都不相信 会员人数越来越少 我讲这实在话 你讲那些小股票要干什么 开大门走大路 我让你知道 讲这种大股票的分析师 就是可以收得比谁多 有必要吗 泽泽也都讲这些大股票 那你看 就讲这种大股票 讲这种残酮的股票 大家认同度高 你也不用怀疑我 会不会跟主力出货 我不屑 我也不需要 残酮我告诉你 这边买着 当船家宝是不是有点夸张 可是犯者基本上是不太会亏钱 好不好 犯者安心 好不好 你这个残酮这个危险 就紧急衰退 它会跌更残 为什么 记起来 就业数据如果真的不好 有时候你可能确定不好 你要卖的是这种航运股 为什么 因为理论上 当它一副景气的时候 他们是会杀价竞争的 以前是赚一两块而已 甚至 没有赚钱的 你懂吗 在疫情之前 他们是没赚钱的 所以景气一衰退 这种股票会跌得非常惨 所以你一定要设停损 你只要记得一件事 158跌破 拜托不要眷恋 代表景气衰退 OK吗 因为这种EPS 不应该跌破158 已经告诉你了 所以我含筹码面 基本面 技术面告诉你 你听懂吗 懂 全部都告诉你了 好不好 技术线情最低点 划一条线 OK吗 好 整个都讲得很清楚 OK吗 跟大家讲 现在才40分 45分 我们差还剩5分钟 所以今天很high 就教大家很多股票了 很多 整次我就叫赵鼠竹 子龙哥 听得是不是很开心 好不好 有 建议准备最少多少本机加入一班会员 则建立至少要20-30万 没有我们当朋友好不好 Brand 鸿海可以当传家宝吗 一半一半 你不要问那么多 今天怎么那么多留言 孙子哲有些同业 不要理他们 没关系 都把他封锁 美在可以零股加盟吗 当然可以 这个要问郑教授 不动产兼产利 我跟你讲啦 绝对不要乱买房子了啦 我也很想买啦 我忍住 忍住 收回 当起来 像的 台湾股市喔 那时候不是说 24000多点 24416 很热吗 手要收回去吗 对 我讲下次你 买房子喔 大概 房地产大概是3万点的股市 这么热 太热了 这你懂吗 一听就听懂吧 懂这样就比较就懂了 这懂齁 这是跟大家讲好不好 最近传出来 我刚才有跟你讲嘛 那为什么要传出来 董事会为什么要临时 为什么要犯消息 诶 通常董事会都是 我开了以后才讲啊 对 不要让你们两个私下撮合啦 所以台新金也要啦 懂不懂 好不好 奇窝位要准备多少本金 这个可不可以问一下 奇窝位也很复杂 好不好 假设一口是20万的额度啦 一口是20万的 那个 那个 一口20万的话 你至少 做一口你要准备三到四口 好不好 OK 韓越ETF00960要挂牌三次 不要 买长龙就好了 OK吗 OK 因为 买这个不需要 因为他很集中 要死一起死 你懂我意思吗 为什么我有时候 我你愿意买台湾50 这个问我知道 韓越 你们随便问我问题 信手脸难 你看我今天也有生气 可是我也开心 后面的人就知道我很开心 韓越ETF00960绝对不要买 相信我很多网红跟你讲 你买国外干什么啊 台湾哪些 哪一些有像台湾本益比这么低的 就我所知很少来 我 没关系 我财数学险啦 理论上 第二个 没有长龙 阳明万海 很多公司他不是每个月公布 营收一次 你去买ETF00960干嘛 我问你航运股市要死一起死 对 你航运就送船而已你要什么技术啊 对啊 我说没错吧 你知道开法拉利是不是有比赛谁速度最快喔 你速度最快你很浪费油 你懂我意思吗 你干嘛买ETF 你要买就买长龙阳明万海就好了 不要买ETF00960 这个可以做个 可以做个专题 就买长龙就好了 刺激一点就买阳明万海 技术线情一突破就买了 我讲不到你 要死一起死啊 他们每次都杀价竞争才会杀价到以前 EPS迷你可以赚钱都杀价到赔钱 所以你买个不透明其他的ETF干嘛 你懂吗 为什么我说买台湾50 比台积电好 台积电台湾50的一半的行算是台积电啊 还有一半不是啊 台积电不行能垮了 他会慢慢垮 还有一半撑着啊 可是不是喔 好像ETF要死一起死啊 是的 运价是一起啦 我想说没错吧 没错没错 运价是一起影响的啦 我运价下跌个20% 你这个比较有竞争力 我要让你上涨10% 有可能吗 不可能 听同意思吧 有分心就传 可是运价是最影响的 所以不要买含运ETF啦 这是噱头啦 这样讲有没有道理 有 看哲哲的逻辑就知道 你不来我演讲是你损失大啦 损失大了 什么道理 OK OK 哲哲跟巴黎的对决战绩如何 他有时候蛮准的 这开玩笑 因为他是蛮反指标的 这不要开玩笑 七七一初讲到韩运三年前 赵子龙回来 回来了 本心有道理 绝对不要买 像高股息ETF每个人见证见识 有些人就喜欢高股息 虽然台湾50比较好 OK吗 好啦就这样子没有办法 00940的还没有赚钱 00940的还没有赚钱 哲哲已经走了 只是919已经走了 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股票 最后给你看这些股票 不行了不行了 几分了 我们要结束了 双红刚才赚24% 双红连续两天拉尾盘 对 连续两天 三三二四 我跟你讲双红也是敌人场 他赔50 他好像赔50% 对不对 这很夸张 960赔50% 我谈到700脱块我就狂赢了 你懂我意思吗 每天拉尾盘 这种股票每天偷拉尾盘的股票 我跟你讲 本来想跟你讲 我今天又买什么股票了 算了不能讲 865买 829也买对不对 台积电 954出掉 954出掉 你没有出最高 你不觉得最近有一些 小白有点生气 就是 一定要卖最高 买最低才叫厉害 那 头顾没有分析是可以混的 对 赚钱 连巴菲这你也瞧不起 好吧 那没关系 我一直开玩笑 我刚才有点生气 不会生气 来 挂在954元卖出 实在的 出掉就出掉 最近买一些股票 好不好 又卖951元卖出的 好不好 普通会员卖比较低 V 这样懂我意思吗 懂了 一分钱一分货 特扣会员 就是比较高等级 普通会员 怎么样 入门等级的 你自己参考 好不好 这都参考 这不重要啦 今天 现在参加 现在参加好会员怎么样 猛啊 怎么样 赶紧一口 可以直接报名VIP位置的 OK吗 OK 那现在拜托不要预测寒情好不好 我还巴不得他回来 你有看 我跟你讲 我直接告诉你 我没有看过这么正统的V 你知道吗 这个比维托利亚的V 还V 还V 这开玩笑啦 这个V还生V 来 这超级V 这这种V法不会破敌 而且 Timing到了 接下来怎么样 怎么样 9月10月11月12月 最好做的是 第1季第2季第3季 第4季 所以你这次演讲 你不掌握第4季行情 你会后悔一个词 演讲讲说你要不要来随便 你会报版 那你想要优先抢作 我跟你讲喔 到时候免费报名的报版 你不要怪我 你又要VIP位置 又没有我不能怪我 我只告诉你 现在有VIP位置 你只要成为会员 或者再续约再升级 通通可以 好不好 一分钱一分货 这次演讲 我也花了时间 我也动用几十个人 我也花了几十万 至少五六十万 我也花那么多钱 一场演讲 这也是要质感好 没有办法 我只能找 看新会员 或者是会员愿意续约 来大家一起 分担这个费用 就会很不好意思 如果你觉得我多少钱 我欢迎续约 那如果你不愿意付钱 没关系 那你要急着进场 那你明天12点 你要赶快来报名 我会发出那个 连结 所以要加入我连结 好不好 要加入我的那个 Lite 或打电话 可是明天如果免费报名 打电话会很久喔 我先跟你讲 如果是你要 VIP座位打电话会有人接 免费报名的应该 接不太起来啦 太多人问了 所以你要加入连结 那加入连结 我跟你讲 诈骗经常很恐怖啊 我要报名演讲 跟你讲说可以报名演讲的啦 下个人说免费报名开始 那都骗的 脸书只要按赞助 两个字都 有脸书按赞助 都是骗的知道吗 气到我真的是 嘴角都在发抖你知道吗 诈骗真的是 真的很夸张 对 记得一件事 反正记得这件事情 都去检举 按到检举 只要点标题对不对 今天手机 就是台币升值 台币金金掌 今天金金掌嘛 就有连结 LINE跟TG要加 然后第二个 脸书有写赞助 左上角有写赞助 有广告有写赞助 百分之一万是诈骗 我不需要脸书的赞助 没错 我不需要脸书的广告 我的粉丝人数大概两万多人 脸书比较少人 因为我不太喜欢用他 抵制他 LINE TG 这个账号以这个账号为主 麻星 那你不懂麻星先加LINE 有盾牌 没盾牌百分之百四万 假的 点照片 粉丝人数好友人数18万 如果没有18万以上 绝对是假的 如果18万绝对是真的 就不要问我是不是真的了 好不好 真的懂吗 问完以后 加入以后明天会有连结给你 好不好 第一时间 那是免费的 如果你想要最头战的 一定要介绍者责 我一定要有位置做 很舒服 我本来要三下哲哲会员 哲哲精彩让我赚好多 赚50% 双红让我赚20% 管达让我赚20% 台积电让我赚100多元 哲哲真的你买最低 你也卖掉了 我都跟着你 我每次来跟着你 台湾50跟着你 哲哲我要回馈你 你就加入我会员 就现在加入我会员 不论对我或有错 一切一切 遇过要前面 三年一次的 演讲讲座 怎么样 今天开始报名 今天开始报名了 有可能明天就结束了 我没骗你 我认为礼拜四是铁定结束的 没有考虑到礼拜五 别的一些老师演讲 可能要好几天 我们明天报名两天就偷笑了 可能明天单场就结束了 所以VIP报名你要把握住 今天的这个时间 赶快来参加我会员 你就可以有VIP报名的位置了 不论对我或错一切一切 遇过要前面 也欢迎怎么样 打电话 08068085 我来报名演讲 这个我想是 那个VIP座位的 或加我来告诉我 我要报名 那个VIP的 那个报名演讲 或者有连结 不论对我错一切一切遇到前面 去乡看你要找什么 有一处都没能够 赚大钱 谢谢各位 要找就要找 这一波7500点行情 精准掌握到的投资长 下去4700点 上去已经来到了2800点了 一下跟我们一起大赚获利 赶快电话来电 080066 8085 080066 8085 还有赶快锁定时间 赶快去参加演讲吧 我们下次见 观众朋友注意喔 最近诈骗盛行喔 我只有三个官方账号 除此外都不是喔 LINE小组S178 Telegram官方频道 小组A178 178 Telegram私人账号 小组S178 178 注意喔 我没有什么前面是 Z的账号 或者后面是A的账号 这些偷偷假冒 就这三个账号 谢谢 再见 如果觉得我们影片很有趣的 觉得有深度的 还蛮准确的 欢迎按赞我们的影片 订阅我们的影片 按小铃铛 记得按全部接收 还要 加我们的LINE 以及加我们的Telegram 我们的LINE跟Telegram 都是全台湾 最大的一个财经频道喔 谢谢各位 摩尔证券投顾 0800668085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